重回西部前四,波波维奇赚大了,马斯德道死人可完美取代伦纳德,北京时间7月31日讯,卡佩拉五年9000万续约,安东尼被买断,只等澄清期过后就得新加盟火箭,最近几天的消息都与火箭有关,安东尼先约后,火箭的15人大名单也已满,火箭的今夏引员也基本宣告结束,不排除莫雷会买断安德森引进其他球员。 西部多支豪强今夏都发生了大变动,胡仁德道詹姆斯迅速翻身,成为争冠球队,勇士天降献柄,中产合同签约千万中锋考新斯,雷霆得到了施罗德,埃诺尔两位急需证明自己的实力派球员,并且保留了上赛季的主力阵容,除去了独流安东尼,马斯也得到了看起来最好的结果, 伦纳德与德罗赞互换东奖,并且还得到两名年轻球员,西部球队的竞争看起来更加激烈,大部分人都将勇士、火箭、雷霆、胡仁看作争冠大热门,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了一支球队马斯,马斯的最大变化就是伦纳德换成了德罗赞, 至于帕克的离开对马斯影响不大,何况马斯还补充了两名年轻球员,有人觉得马斯的实力下降了,其实仔细分析不是这样的,马斯在上赛季没有伦纳德的情况下依然靠着完善的体系,杀入季后代,并且由阿尔德里奇率领球队赢下勇士一场比赛,分析一下伦纳德和德罗赞, 我们发现,两人在打法上有许多相似之处,两人都是非常擅长,中投的,投篮方式基本都是在三分线以内,并且命中率很高,两人的另一主要的得分方式就背身单打,翻身跳投,看过猛龙比赛的都知道,德罗赞的这一技术非常精湛,如果说唯一一想与伦纳德差距过大的就是单防能力,但是由马斯完善的防守体系维持, 这一列是也可以最大程度弥补,因此马斯的实力比上赛季一定会提高,即使不能回到罗纳德代队的那几年,也差不了多少,如果波波维奇调教的好的话,马斯完全可以杀人西部前次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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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